房车上的东西都是专利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大家都知道飞翔是靠设计发家致富 那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飞翔的房车里都有什么样的专利 丹林还在被房车里的固定桌占空间 进出不方便 空间太狭小 伸展不开腿脚的困扰问题时候 飞翔房车已经采用了全新设计 升降折叠桌 于2020年申请了专利 那这种升降折叠桌好在哪里呢 应用的场景是非常多元化的 不需要使用的时候就隐藏在墙体一侧 无论是洗脚还是平时看电影或者锻炼的时候 会拥有更宽敞的空间 当需要使用的时候也很简单 仅仅只需要一个按钮 就可以进行订动升降了 无论是小吧台还是大桌面 它都可以随意的去切换哦 此外大家选择房车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夫妻两人出行 但是在节假日 避免会带着家人朋友一起出行 那这种情况下座位数就至关重要了 大多数的房车呀可以坐到何载六人 但是大部分都是采用主夫驾驶加四人对坐的卡座形式 这种确实可以解决出行人数较多的情况 但是在不使用的时候空间就会显得很浪费掉啦 那飞翔则是将空间利用到了极致 将两个汽车商务座椅放在了固定床的下方 在不使用的情况下 它就是一张固定双人床 当多人出行时 那床板呢再进行收回 再通过电动按钮的控制将整个床板收回去 那么整车可以坐到是何载六人 能够满足多人出行的需求 同时可以看到每个座椅都是与行车方向保持一致的 这个设计也是得到了很多房车厂家的认同 他们在自己的房车上也选择了这种做法 不过飞翔啊也是提前的申请了 版权的保护啊 那随着座椅的增多 那房车出行中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就是睡觉的问题 每款房车呢都是可以要满足一张床铺的 但出行多的时候难免需要一张备用床铺 坐一片床太鸡肋 尺寸小 操作麻烦 而且休息呢会非常的不舒适 我们直接pass掉了 准备了飞翔的另一专利 于16年就问世了 给大家也是提前申请了专利的升降吊床 那这个地方呢 它在保证了沉重性能的同时 还能够兼顾车辆的轻量化 吊床的使用方法也相当简单 只需要电控按钮 一键下降就可以了 就能够看到一米三成一两米的双人床了 对一张备用床铺紧直不要太奢侈哦 晚上还能够躺在吊床下面欣赏一下清空 回味一下自己曾经的路程 这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 房车里当然也不能够缺少美食啦 当您担心夏天带煤气罐 可能会导致各种情况危险时 当您担心在邻居 或者是高原海拔无法使用时 飞翔早在190就已经研发出了 直接采用油箱内的柴油炉 也是国内首创的房车上使用柴油炉 当时呢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经过时间和市场的检验 这个炉具是真的好用哦 您再也不用担心煤气罐带来的风险 防墙风的设计 让您不限地点 不限环境 随心所欲的去使用 在室内的话呢 还是无名火的设计哦 经过更新迭代之后 高原模式还能够保证 在高海拔地区正常使用 5000瓦的火力值 满足您的金炒烹炸各种要求 并且室内柴油炉 还具备了一点 室内柴油炉所没有的优势 在工作时炉具更静音 即使车内有人在休息 在工作 在看电视 也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像这些啊 只是T型房车里面的一些专利产品 那现在我们换一台B型房车 接着给大家分享 固定床的上方有一个超大的储物吊柜 日常的衣服 被褥都可以放在里面 但它的功能呢 又不止如此 当出行人数比较多的情况下 将它下降 再进行翻折 尺寸可以做到80公分乘以2米 妥妥的就是一张单人床 设计里面就是一个可变容积的储物空间 那在我们的头顶上方就是空调的位置 作为顶制空调来讲 不仅智能效果呢 这个效率很高 而且噪音小 使用时最大的分贝不超过53 不会打扰到夜晚的睡觉 同时它的用电量也是比较省的 在开睡眠模式的情况下 只有200多瓦可以连续的开10多个小时 虽然顶制空调在一定的程度上 会增加整个车的高度 但这个问题 飞翔房车也为大家想到了 几乎所有的车辆都完美的 把车高控制在了3米的限高之内 您可以完全的放心去使用哟 当然了 还有今年新推出的升层系列 上方也是惊喜多多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